眉弓外侧的七字 侧面的 顴骨的七字 下巴的七字 嗨 大家好 我是大沛 今天影片要跟你们分享 怎么样修容可以提高你面部的折叠度 常见的修容方法都是修脸的这个周围 加一个阴影色 那如果你的脸很扁平的话 就会从一个大大的扁扁的脸 变成一个小一点扁扁的脸 可是它的整体是扁扁的这件事情 还是没有被解决 所以今天要跟你们分享怎么样修容的脸 才会有折叠度 才会立体起来 才会高级 那选色呢 不可以用传统的修容色 因为我们会在脸的中央做修饰 在脸的中间不要出现灰灰的颜色 这样从侧面看的时候 你的脸看起来就会很脏 选这种雾面的奶茶色 然后尽量跟你肤色深浅接近 我们就锁定三个七字型 就是让你的脸可以转弯 可以折叠起来的地方 上面额头的部分呢 就是选你的眉弓外面这个七字型 就是你的头骨这边会往后折叠的地方 脸的中间呢 就选这个颧骨这里的七字型 也是你的脸往后折叠的地方 这边是正面 旁边就是侧面了 那接下来呢 下巴呢 就是选你的这个颧骨 然后顺着过来这一个七字型 也是分割 这边是正面的下巴 这边是侧面的下巴 所以就是强调你的脸从哪里开始转弯 你面部的折叠度就会变高 先抓出眉弓往外的这个七字型 那如果脸比较长的人 可以带一点到额头的正上方 不要碰到眉毛哦 这边才可以凸显你的这个眉骨 是比较高的 这边有阴影 这边是亮的 所以不要碰到眉毛 在这个地方 可以摸得到 就是你的脸肉肉的也可以摸到 这里有颧骨 侧面看是这个角度 120度左右 这个七字型 然后往外带开 那最后一个七字型呢 就是刚刚这个120度往下拉 到下巴的这个地方 这里就是最后一个七字型 然后顺到轮廓后面去 脸比较长的人呢 下巴底也可以带到一些 两边脸的骨骼的立体度 是不是就差很多 这边的脸就是扁扁平平的 尤其是画完底妆之后 更容易扁扁平平的 比素颜的时候更扁平 然后这一侧呢 就可以看到正面 然后这边就转弯了 额头有顺利的 明显的转弯 这里有转弯 下巴有转弯 所以整个脸的立体度 就会好很多 传统的方法呢 会选这种比较灰阶的阴影色 会修在这个 侧面骨骼凹陷的地方 然后正面带到眼睛外侧为止嘛 传统的方法是这样 然后再来轮廓法际线 然后腮帮子 这边的脸确实面积上是变小了 可是看起来还是比较扁平 比较平面 强调这个凹陷阴影 脸是有骨骼轮廓的感觉了 可是苹果肌这一块 就有一点垂下来的感觉 这边的脸就比较提升 那我把增加折叠度的 骨相的修容法 移到这边来 但是呢这次我要用 膏状的奶茶色 湄公外侧的七字 然后这个侧面的颧骨的七字 然后这边连过来下巴的七字 你可以用粉铺或是刷具拍开 那这边呢就是减少脸部面积的传统修容法 然后搭配增加脸部立体度的骨骼修容法 叠加起来的效果 可以让你的脸面积小一点 然后同时也立体很多 也可以让你平常用的阴影色 可以减少用量 因为你不需要这么多灰灰的颜色 来让你的脸变小 用这种强调脸部转弯感觉的方法呢 也可以让你的脸变小很多 立体很多 这个时候你再搭配鼻影啊 就不用担心有平地齐高楼的感觉 拍照的时候不管什么角度 都会非常的立体